他的日记每一周有检讨 每个月有检讨 每一年有检讨 几乎每一篇检讨里面都提到 收复东北收复台湾 所以收复台湾是国民党 很早老一辈的国民党人的置业 置气 狗屈猪篮呢 这个说法最早建于王玉德 王玉德是老一辈的台独分子 二十八的时候 他根本不在台湾 那么他听得很恐怖 可是他回到台湾以后 他的回忆录里面写 他到了台湾 发觉台湾风平浪静 没有什么事情 他说据说 可是台湾人跟中国人 已经产生隔阂 他说据说 有些台湾人讲狗屈猪来 日本人是狗 可是会看家 很凶很坏 可是会看家 中国人跟猪一样 好吃懒做 什么也不能做 他这个回忆录里面 有说据说两个字 所以他是据说 根本没有来源 而且二十八的时候 他不在台湾 好 后来一再引用 到最后据说两个字 就拿掉了 另外 二十八事变 镇压对台湾人心里 带来相当的冲击 国民党政府 居然这样屠杀人民 这是国使馆的说法 屠杀人民 所以开始有独立 有台独的想法 这个国使馆这样 但事实上呢 二八全台动乱 政府无力维持社会秩序跟治安 全台外省人被本省流氓 超过一千人被杀或受伤 甚至有多 许多外省的妇女 被当街强奸 小孩被当街刺死 全台警察局的枪支 都全部被抢了 所以你怎么看呢 他们说是你 因为你国民政府 屠杀台湾人 所以才 我们才要台独 还是因为他们 当时是要造反 第一个 在二十七发生动乱 二十八开始恶化以后 不到一个礼拜 全省 全省除了澎湖以外 全部沦陷 县市长不是被俘 就是逃亡 而这些暴徒呢 四处攻打政府机构 包括基隆要塞司令 司令部 包括高雄要塞司令部 包括嘉宜机场 四处围攻 那么假如说 不出兵平乱的话 当时的台湾 已经陷于无政府状态 那么蒋介石 是基于一个领袖 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立场 断然派兵 派兵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而且派兵的结果 清香 他们所谓的清香大屠杀 不到一个礼拜 军事行动结束了 统计打死了几个人呢 43个人 这个叫大屠杀吗 只打死了43个人 他们直接拿枪跟国军对着打的 我告诉你 是武装判剑 对 他国军登陆以后 99%的叛乱团体溃散 全部都逃了 闻风溃散逃了 只有谢雪红在埔里打了一仗 死了七个人 43个人为什么绝对正确呢 我敢打赌 跟任何人打赌 绝对正确 好 我们来看 这个是蒋介石当时的首闸 就是陈怡请求派兵 为什么要请求派兵 不是说军队太多 是因为台湾当时 因为国共内战 陈怡觉得 我统治台湾没问题 台湾人很善良 所以把军队全部都调走了 台湾没有军队 所以最后暴乱起来的时候 他请求蒋中正派兵来台湾 后来蒋中正的首闸是说 陈长官 应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 否则以违抗令论罪 你叫做说蒋介石是杀人魔王吗 然后当时对外省人的屠杀 全台湾大暴乱 从北到南 从淡水坐火车到台北 去在火车上就打杀外省人 然后在基隆 攻击警察局外省人 整个台湾全部到处都是 我们来看看 这是郭冠英 非常厉害的 帮我们找到的一段史料 孙运轩 台湾至今最崇拜尊敬的孙运轩 他在228的时候 差一点点 他就死于暴徒的手 因为他是被锁定的 外省人当时暴徒是 沿街拿着棍棒 西瓜刀拿着刀子 用日本话问你 你如果答不出来 他就用闽南话问你 日本话不会讲 闽南话不会讲 他立刻一刀就把你砍死在地上 看 这里展示着一份日记 这几乎是当时最重要的一页记录 但在日本人的掩盖下 他却没被多少人注意 日记页头映着 处便当兼白忍 已图成 日期是2月28号 28快要下班的时候 我附近是说 大概两三点 台电外面 回来一大堆的本省人 我们台湾人 有的拿棍子 有的拿什么 要攻击台电的高级主管 后门出去的时候 后门也是有 有很多台湾人在那里 守着 他也知道说 前面有人 你们一定是从后门走 他就问我爸爸说 你要去哪里 那个那个 总经理人在里面吗 我爸爸说 在里面啦 他说这两个什么 这两个 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说 对他在停电 这边说 丹雷公 停电 所以要近来修理电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那位蔡姓的属下 孙玉璇的属下 他的女儿追忆说 当时他的爸爸 怎么样子把孙玉璇跟总经理 孙玉璇当时是总工程师 化妆成工程人员 然后穿着雨衣 然后就冒称是工程人员 然后就逃走了 然后最后在他家里面 躲藏了一个礼拜才保住这条命 是不是 这位女士 她的父亲 她父亲是科长 孙玉璇是这个总工程师 到了下午三点半的时候 这个暴乱已经发生了 所以他们就开警机会议 说今天提早下班 提早下班的时候 那是下起大雨 那前门不能走 他就 这个人很聪明 他马上就说 下起大雨 你们全部换上我们工人的衣服 当作大雨出去 所以孙玉璇很高 很难冒充那些人 所以因为大雨 结果他们就问那两个人是谁 就他们说 总经理 经理 台北经理跟这个孙玉璇 两个就这样子 在大雨中间化妆工人员出去了 所以他们在 那个地方就现在台电火锅城那边 然后就走到金山南路很近 五分钟就到这个家 走了五分钟 然后就躲在那边躲 躲了 当时他父母都说 你不要出来吃饭 等爸爸的长官们吃完饭以后 他们才出来吃 他就那个蔡小姐 就那时候是小女孩 他就躲在房门后面 然后就看到这个 很高高个的外省人 然后在他们家里面 偷偷地藏起来 然后住了一个礼拜 然后都把他们藏在 横里面 不敢让外面的人知道说 家里有外省人在 事后孙玉璇终生改面 每一年的过年 都亲自到一个 这么小的一个属下 去跟他拜您 感谢他救命大恩 每个每年的过年都会 两夫妻都会到我们家 我爸爸就说我们想不去啊 我是你的属下 我应该去给你拜一年 怎么你先来啦 他说你小孩子这么多 你也是每年都有 我爸爸也所有回拜 也有去 可是总是骂人家一步 都是那个孙玉璇签来 独派写者知道 只要他们去讲这个 他们在政治上就有好处 很多写者还在仰望 会不会在中央 蔡英文会给他一些位置 两岸关系这种 脱不去的情感呢 也要感到一种肯定 因为当年在最困顿的时候 即使语言不怎么相通 本省人外省人 还是攜手同心 一起努力 今天我们也要用这样子 来化解两岸的问题 很多写者还在仰望 会不会在中央 蔡英文会给他一些位置 你看这次的内阁调整 不是那些立的都回来了 所谓的老男人都走了吗 所以大家都知道 只要去捧这个就有好处 就好像我们过去节目讨论过 柯文哲的主妇有七种死法 是不是 被我发现了 是啊 那时候黄志弦说 你在捞228有水事啊 你知道柯爸爸 柯文哲的爸爸 七年怎么讲 他说我爸爸柯四言 他爸爸叫柯成罗 我爸爸228 那时候当天就被抓走 然后被打到前身上 第二天就死了 可是后来他们有 不是好几年啊 太多种了 他爸爸是43年才死的 228是民国36年 他连爸爸什么时候 可是七年还在讲 所以每个人都知道 怎么去捞228的油水 当年我的阿公 他也是奔神级 在彰化 也是为了保护外省局的女老师 因为我阿公自己也是老师 那他也不会讲米南语 当时情况真的很危急 也是保护他 也是偷偷地把他们藏起来 那后来这个老师当然对我们 我妈妈他们也是很感念 我讲的这个感受真的很强 大家知道这些历史就知道 为求政治利益 有些人可以无耻到什么程度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也要对人性的良善 还有两岸关系这种脱不去的情感 也要感到一种肯定 因为当年在最困顿的时候 即使语言不怎么相通 本省人外省人还是携手同心 一起努力 今天我们也要用这样子 来化解两岸的问题 你看国事馆写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一个过去 可能各个族群都觉得 有遗憾的一个过去 把他的真相找出来 对的对不对的就不对 有的有没有就没有 你永远无法去把这个过去的走出来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 今年国事馆写这本书 真的是令人没有办法苟同 如果国民党圈都是乞丐兵的话 乞丐兵还拥有打牡丹 这不是东西像完全相同 好矛盾 对 打得赤膊 然后还赤脚 没有鞋子可以穿的 居然有打牡丹 所以我是说 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事情 大家把真相找出来 来 台湾还要继续往前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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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